沃莎的15发动机是我国第一种第四大军用大推力引擎,也是兼20战机的标配发动机,其发展关系在国家中,长期航空气发展的核心关键,其核心机衍生型号将包括未来国产30多级推力的大含道比发动机,同时也是推比12以上增强改进型发动机发展的关键型号之一。 更是确保歼20战斗机超音速巡航性能的必要条件之一,沃莎的15发动机,自本式技术上马以来,其研制目标可谓极高。 首先,其单位流量推力大,约130千牛千克每秒,推重比高大于或等于10,最大推力达到17吨上下,与美军的F119发动机处于同音水平,能背景20飞机, 提供短距离提轿能力,不加力推力大,速度特性好,能为飞机提供不加力超声速巡航能力,具有中队传适量推力,能背景20飞机,提供非常规机动能力,具有全线数字电子控制系统,能实现被火推力品化综合控制,具有高效可靠性和良好的可维护性。 整体上来说,涡沙实物仅限了我国航空发动机,制造和科研能力的最高水平,其70%的技术是全新的, 该发动机结合空心叶片,刷式锋盐,间隙主动控制,先进复合材料, 强热转紫叶片,浮动并燃烧式等大量性技术,使机具有很高的综合性能,基本追凭了F119和F135发动机的大部分技术水准,保证了十以上级高推动力要求。 此外,涡沙实物借助于整体液盘结构,无风扇进口导液,整体设计,全单元体结构等技术,使发动机具有结构简单,维护方便等特点。 涡沙实物用滴展线笔叶片设计,压气机后机材具有双层结构,减轻高周皮牢的湿鞋技术,激光虫剂硬化处理等技术,保证了发动机的牢固性。 而涡沙实物的双层比较天使火焰筒结构,先进热胀固成和冷却技术,国产新一代单金窝轮叶片,可美列金盘,高强度复合材料等的使用,则体现了耐久性的设计思想。 简单一句话,涡沙实物将我活在发动机技术上,所有种大突破,都进行了集中应用。 然而,高技术带来的就是高风险。 涡沙零下实物发动机,自2011年核心基地面高空台测试到,2015年后整机去江游基地高空台测试,一直没有上1276飞行试验台的消息。 一些公开资料分析员是认为,其遇到的整机振动问题,是一个很主要的关键。 我们知道,随着航空发动机对高推重比和高转速的追求,航空发动机的转子与机材之间的间隙就变得越来越小。 从而使转子的不对中,故障引起转进次碰磨的可能性增加。 航空发动机的转子,如果处于不对中的状态下进行运转,则会导致轴程磨损,连轴气偏转,轴脑式变形,以及转色与机挟尖的碰磨等故障。 对航空发动机的稳定运行,具有极大的危害。 说白了,这个问题就是在高转速、高压、高温的环境下,转子不平衡造成整个发动机出现振动、震担和摩擦的情况。 而造成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,就是转子材质的不绝对,舌机的缺陷、热变形、制造状态的误差,实际上是发动机基础技术弱造成的。 众所周知,航空发动机科学是一门验证性很强的科学。 需要大量的科学实验数据支撑,同时也需要一个验证学术体系,来产生一个个学术研究体系和实验体系。 总体上来说,这种沃沙15发动机枕动问题的解决,为我国发展新型航空动力解决最大根本性问题,将弥补歼20战机在动力上的缺陷。 从而为更加强大的J20BC改进行5代机发展链定基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观看